先帝正道之所,乃是缓缓融入弥罗天宗镇,其力在徐而不在即,两相融合的过程中,的确会发生震荡,摧毁崩塌,却远没有那么激烈,是唐杰利用自己对弥罗天宗镇的熟知故意搅动风云,霍乱万象,从而可以藏觅自己。 否则,以大罗金仙的感知能力,他又如何藏得了自身呢? 此刻人挤出现,这边乱象渐稳,不过在唐杰的推动下依然凝聚成浩大气势,一路前推,逼迫那些人赶快离开,也好给自己逃逸的机会。 此刻,看到消失的身影一眼,唐杰低哼一声,哼,这魔头,当真诡诈的厉害,我看那群人早晚被他坑死几个。 夫君为什么这么说? 许妙然不解,唐杰冷笑,哼,原始天魔虽然不负金仙实力,但是仅凭金仙元神就已足够恐怖,真要拼起来,纵然不敌,也能杀几个再走。 绝不止于像现在这样,打都不打直接就跑。 他先前顾忌一势敌一强,为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,被我戳破之后,就故意示弱,只怕是想来个暴起杀人,多干掉几个。 许妙然也听得恶然,感情这原始天尊从头到尾就没干过一件真事,没说过一句真话。 倒是有些像你啊。 想了想,许妙然道,唐杰当时就怒了,这,我有这么恐怖吗? 许妙然白了他一眼,你说呢? 唐杰想了想,叹息道,好吧好吧,我承认,我有时候是不择手段了些,那时不也是没实力吗? 那我们现在怎么做? 许妙然又问,唐杰呵呵一笑,哼,眼中突然杀鸡一闪,还要问吗? 四大真仙十六地仙都去追原始天魔了,剩下一批子斧子相互残杀,咱们要是不趁机余力,岂不错失了大好机会? 走,咱们就干了那些家伙,抢他们的宝贝。 说着,已抓住许妙然的手向前飞去。 许妙然在忍静不住,眼嘴而笑,哼,现在实力尽了,却依旧是不择手段呢。 唐杰仰天打了个嗨嗨,只当未闻,直接将许妙然塞回途中。 以他现在的速度,要追赶上那批争斗中的子斧,当真是再轻松不过了。 咫尺天涯发动下,目至人至,奇顿如光,转身间已出现在那群修者战场上。 唐杰身形一晃,已出现的一名被转化的摩修身边,一纸点去。 随着这一纸积去,那摩修就觉得,一股死亡危机已笼罩在自己头上。 心知不好,大喝一声,已在身上层层叠叠地加上了诸多防护法照。 唐杰这一纸,却视若无物,就这般轰隆隆一路破剑过来。 指尖碰触触,法照纷纷破碎,直指一指点在那摩修眉心处。 指尖蹦出一片巨大的光环,在那摩修脑际延展,那摩修只觉得眼前一亮,便彻底迷失在这无边无际的光明中。 在其他人眼中看来,那摩修却是被唐杰一指击杀,整个消融。 这一指神通,看似无明简单,其实却是唐杰修习玄黄真结,囊阔百家,包罗万象后提升自身所致。 其一举手一头足,皆有莫大的威力,隐然间亦有宗师之相。 才能于轻描淡写间,使用出如此凌厉而惊人的攻击。 也就是说,唐杰已经开始从有形之法向无形之法转变了。 此刻,一指击杀一名子府,就连唐杰自己都大感满意。 身性一转,已是又飞到另一名摩修身边,信手一掌开去,动作举重若轻,却带着开山辟海的恐怖威力。 那摩修回拳一对,拳掌相交,就见那摩修的拳头先是顿了顿,然后竟哗得如风沙般散开。 从手一直蔓延到肘部,再蔓延到肩部,整只手臂在唐杰这一掌下,竟如风干了一般,化沙碎去。 原来这一掌竟还凝聚了唐杰的一丝时间之力。 军手偷足,轻易击杀两名子府修者,唐杰侍卿大振,已是哈哈笑着又向一名摩修杀去。 他的本意是杀戮摩修,对齐天兴罗两派的人是没想动的,但这般做法却激怒了两派中人。 这些摩修在之前还是他们的同盟,有些人都是相处了千年的好友,就算化成摩修也不忍下手, 却看着唐杰屠杀他们,心中怎能不怒,一个个已同时朝着唐杰杀来。 唐杰或许是最能了解这种感情的,不过能够了解不代表就能支持, 他对两派原本就没好感,毕竟之前这两派还在先帝医保追杀他。 既然现在他们还不肯放过自己,唐杰也就干脆不客气,练一沉倒,找死。 狂妄的家伙,难道你以为能凭自己一人对付这里一百多人吗? 一名修者大喝着,打出一道紫色劲气,与此同时,其他修者甚至包括那些摩修,也对唐杰各计宝贝。 刚刚还打得死去活来的两派人,竟在这一刻联合起来,虚空中一时间宝光四起,猪般奇物是纷纷登场,朝着唐杰落下。 唐杰看得郁闷不已,我就这么招人恨?说话的同时,身形一闪,却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众人极恶,不知唐杰去了哪儿,却见远处一片光滑升起,这才发现,唐杰不知怎的竟已顿到极远的地方,不仅如此,还带着一名修者离开,争与那修者搏杀。 众人大惊,一起追去,就见远方唐杰手起刀落,亮出一片金光,那修者也是出窍的修者,全力疯党。 也不知唐杰用的是何手段,竟是一击便将那修者斩成两段,巨大的力量爆发,瞬间将那修者震碎,死得没法再死了。 接着再一拍,就连尸体都不见了,已是收入途中。 先前的魔修全身魔器,收入途中会污染小世界,此刻杀的却是正派修者,正宜滋补天地,弥补过去百年来消耗之费。 等做好了这些,那群人又追了过来,唐杰哈哈一笑,如法炮制,直接抓住一名修者离开,运用地刃,摧枯拉朽般的直接杀死,随后再换一人。 利用自己鬼魅般的速度,不断制造一对一的局面,唐杰肆意猎杀着这群修者。 要知道,这可还是非合体下的状态,从未有一刻,唐杰如现在般猖狂,随意,同时面对数十倍于己的对手,都能来去自如,潇洒随意。 这一切,揭脱了咫尺天涯的功劳,若无此法,他就只能凭借自身力量,应战这群修者。 要知道,这群修者原本有二百多人,被原始天尊屠戮一番后,也还有一百三四十人。 如此多的人联合在一起,就算一位帝仙也不敢言声,他们的一次联手合击的威力,就足以让天地变色,日月无光。 若是放在云天蓝没突破时的七霞剑,更是可以横扫全剑。 但现在利用咫尺天涯,唐杰避开了与对方硬碰硬,不断制造老单的机会。 地刃破甲,神通杀敌,就算是出窍修者,也不过能挡他十招,化身以下更是一击必杀。 每杀一人,便夺其兵,收其代,摩修弃之不理,正修丢入途中。 这其中有些是唐杰击杀的,也有些是原始田摩击杀后被同门带走的。 反正不管是谁杀的,只要是死人,唐杰统统统丢进途中。 这些人由于修为太过深厚的缘故,就算归须天地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完成的,还需要一段时间,便给了唐杰机会。 人也好,宝也罢,他都要。 于是,山河设计图内,何冲许妙然等人便迎着头,看着一句又一句的子斧尸体落下。 二十三,二十八,三十四,四十一,一一掰着手指头数着,那段老四两只眼睛都快看成斗鸡眼了。 子斧啊,这都是子斧啊,就这么成堆成堆地丢进来了。 曾经子斧修者他只是仰望的存在,连见个活的都要激动半天,如今却是一批一批的死人子斧被丢进来。 起初还多丢的是御婴,到后来便是化神居多,再后来就连出鞘都出现了。 这是因为唐杰已经把好摘的果子基本上都摘了,剩下的都是些难对付的。 再这样下去,段老四会怀疑会不会连地仙的尸体都丢进来一两具。 对此,许妙然给出了肯定的答复,不会。 但是现在不会,不代表将来不会,因为最近有个地仙作死,总是找他们的麻烦。 按照事物的正常发展顺序,历史的自然进程,这个地仙已经活不了多久了。 何冲段老四不明白,为什么唐杰杀地仙就得失误到正常发展顺序,历史的自然进程。 但仅仅现在丢进来的尸体而言,其带来的灵气总量就不低于一位地仙却是真的了。 于是,大家一起唏嘘,一起继续看天上吊子斧,那种感觉就如凡人看天上吊金子一样。 虚空中,唐杰还在战斗,一百四十多名修者在唐杰的疯狂杀戮下,已经只剩下六十多人。 不过这六十人也是最强的六十名子斧,几乎每一个都是出窍修为,境界不在唐杰之下。 其中一些人更是入道了一两门道法,诸般手段齐出,有几次险些困住唐杰。 然而,随着不断运用咫尺天涯的力量,唐杰的空间之力也在大幅地消耗。 眼看此刻,剩下的空间之力已经不多,对手却还有六十余人,唐杰知道,再打下去,自己要逃不了好,便向后飞去。 他要跑! 众人见状,一起呼喊起来,本来已经被唐杰杀得胆寒,只是硬着头皮不得不战,如今见唐杰要跑,胆气力壮。 一名修者抛出金简刃,在空中化作一只金胶,对着唐杰一口,更是直接咬下他一块血肉来。 大量的鲜血便洒长空,众人欢呼一声,再次证明了唐杰已是外强中干,一起向唐杰追杀。 他们没注意到,那一片片鲜血落于空处后,却不低落,只是不断滚动着,等所有修者飞过便开始蔓延扩张蠕动,最终化作一个个人形站起,赫然是先前那些修者的容貌。 与此同时,唐杰不断向着虚空中,拨鬼云厥之处而去,此时大阵正临崩溃,威势滔滔。 一些地方迷雾漫卷,唐杰直接飞去,整片空间历时,视野受阻,众修只以为他想逃,不宜有他,纷纷追去。 一名修者正自寻觅,或觉身体有意,心知不好,那修者反应也快,在攻击到来前,已感到不对,护照及时出现,正挡下这一击。 回头看去,直接身后站着赫然是一张熟悉的面孔,大怒道,福疯子,你怎么对我出手? 那个人笑了一声,废话,老子是魔,不杀你杀谁? 他一击无功,竟是立刻纵身飞退。 那修者有心追杀,但转念一想,为了大局还是先罢了,当务之急是抓到那个叫红千里的小子。 此人进入先帝之墓,必得重宝,谁先杀了他,谁就能得到他的宝队,等得了宝贝,再处理魔修一事。 只是他心悬大局,别人未必如此想。 就听四面八方,皆有战斗之声,时不时还会发出鹤叫。 混蛋,外责未除,怎么就先自己人动手了? 接着,是不屑的冷笑。 你们这些正道修者脑子都坏了吧,什么时候我们跟你们是自己人了? 可你们本来就是我们自己人呢。 若了魔,那便是敌非有。 就是就是,那小子难对付,倒不若先对付你们。 反正我魔头在政界四处接敌,不若战死之前杀个痛快。 正是正是,早就知道魔头不可信,还啰嗦什么,杀了这些魔头。 罗师兄,对不住了,虽然你当年待我恩仲如山,可如今你已入魔,只能除魔未到了。 说得好听,要除魔,这里多的是魔,偏要找老夫来除。 怕还是看着老夫的千金锁吧,早就知道你小子是个白眼狼了。 猪般嘈杂争吵之声,此起彼伏,众说纷纭。 也有那头脑精明的,疑惑为什么突然间所有人同时反目,会不会是那红千里从中作祟? 奈何战斗一起难停? 先前是因为有唐杰这个共同目标在,大家一起停手对付他。 说是同仇敌凯,说白了,还是寄予以保? 见唐杰不见,内起纷争,谁还有那心思管为什么会打呀? 正如之前所言,既然早晚会打,那现在就打意识无妨。 与此同时,唐杰已悄悄折返回来,快速来到一名修者附近。 那修者反应也快,眼见唐杰过来,直接寄出一面宝钟。 那宝钟便响起一片片雷音。 雷音入脑,竟震得唐杰头脑发晕。 难以前行,胸口更是堵得难受,气血翻腾,几乎不能自己。 同时,那修者已凝笑着,对唐杰点出一纸。 这一纸凝聚了他全部的力量,唯能无穷。 出窍修者到底是与唐杰平街的存在? 即便一对一,唐杰已无敌出窍, 但在对方全力拼命的情况下,也能给唐杰带来麻烦。 唐杰却不慌不忙,直接喝了一声钉。 言出法随下,那修者立时全身一颤,恶指不动。 这一指再递不出去。 唐杰已擒出地刃,对着那宝钟一刀斩下。 划过那宝钟,如入无误,就将那宝钟砰得一下化成无数碎块, 一点金沙没入剑中。 那修者还来不及信。 地刃已放出光滑,剑上突然生出一面宝钟虚影。 一声轻响,钟声直接在那修者耳中乍响, 如九天闷雷直炸得修者全身震荡,口鼻一血。 我的雷音钟,他怎么都想不通, 自己的雷音钟未能为什么会在那柄剑上出现, 而且威力更大。 唐杰却没兴趣跟他解释, 地刃已是破体而入, 一道道雷音暴响在体内,将这修者生生炸裂。 这正是地刃的作用, 碎劲万兵,演化万兵。 其实早在很久以前,地刃就已经能够演化万兵了, 只不过地刃演化万兵的能力也是需要时间磨练与成长的。 最初的时候,地刃能够演化的宝物威力, 不过是被其碎裂宝物的十分之一。 随着唐杰的不断研究,提升, 才渐渐达至持平。 曾经唐杰以为这就是地刃的极限了, 但其后不久,唐杰才发现, 地刃的威力似乎还远未到尽头, 它竟然可以发挥出比原来宝物更强大的威能。 直到此时,唐杰才意识到兵主秘法的强大恐怖, 这是一柄真正的帝王之刃, 在他面前,所有宝物都在俯首称臣, 兵主不愧其名。 如今,地刃的威力还远没有发展到尽头, 但是它的作用已是越来越大, 成为唐杰最大的杀手锏之一。 此刻一经济起, 唐杰可以说是将自己真正的恐怖发挥出来。